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剛 今天來講一下最近比較火的一個插件 Gryph Glide 然後就來講一下這個文字動態怎麼製作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只有用四個塗層 一個文字用一個塗層 這個會後期還蠻方便的 不過這個不是用剛剛講的那個插件 是用另一個用TechSable做的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那個AYC的影片 我沒那麼厲害 所以我今天用一個比較簡單通俗一點的方法 來教大家怎麼做這個東西 照我的步驟做應該就可以馬上做出來 好那我們馬上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先來講一下那個插件好了 Gryph Glide 這個東西應該其實是歸類在預設上面 我已經講錯了 然後呢 你裝上去後就可以看到這個Gryph Glide 放進去之後呢我們直接播放它會這樣 一個是透明度一個是位置 那它是隨機的跑進來 那它這個東西的話這邊有一個Angle 你可以旋轉 它會變得有點旋轉這樣跑進來 Point 3D的話有點像是在增加你的一個範圍 像我可能這樣把這個拉大 然後這邊拉大 它的幅度會比較大一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可以選擇方向 像如果這四個都夠上下左右都夠的話 就代表說上下左右的隨機 那假設如果我只要上下的話就是把這個左右關掉 那就只會上下 那如果我只要下的話就是這樣 對還蠻方便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斜角度的 這插件的話我覺得還好 但如果你有買它這個預設的話 它還有再附兩個預設跟一個插件 那我覺得比較厲害是這個 我會看到另一個叫做Glip Flow 這東西厲害在哪呢 我們先先調整一個東西 這邊有個Tracking 我們先把它拉到數字囉 一格位置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選擇鋼筆工具 這個總共有五個字 所以我們點五個點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選擇你的位置 然後再來呢 你可以壓著Auto這樣點一下 你可以改變它的旋轉方向跟大小 對就是可以這樣 我跟你講發明這個人真的是天才 很厲害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把這些東西都叫出來 它就是可以這樣 它就是可以這樣播出來 它這樣的話就可以只用一個圖層 然後呢讓所有的文字 然後都可能不同位置 然後不同大小不同旋轉 就是非常厲害 那再來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可以再加一個 一樣的Gryph Glide 然後呢 我們用U把那個關鍵針叫出來 把這邊第二個叫出來的框起來 關鍵針 然後呢我們這邊 把它反轉 好那這樣我們這樣播出來 對那這樣的話就還蠻方便的 你如果做一些慢歌之類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簡單這樣擺 然後你就不用就是放一堆有的沒的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不用再 做五個圖層嘛 你看這每一個圖層都要做動態 然後還有那個上向下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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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如果有看過我之前那個 我之前有一集就是教大家用全用免費插件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你看這個 光用這幾個預設就其實差不多了 好那接下來來講一下剛剛前面這個範例的方法 好對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雖然只有一個圖層 但是他可以每個字的大小跟位置都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我剛用那個grit flow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具體的操作吧 我先串個文字 然後呢我們讓他直立起來 再來的話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像我可能想要大家寫一點的話 我們加個animate的 然後呢在這邊兩個scr 這邊改90 然後呢改成複數 這樣就可以寫一點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用到我們的textsable 點兩下 他會跳兩個textsable 然後呢 我們一樣叫出這個關鍵帳號 其實就跟剛剛那個原理是差不多的 我們在第二個 拉到旁邊 然後呢 右鍵 Keyfren assist 然後這個time reserve 把它倒過來 好這個是前置步驟 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加這個grit flow 直接搜尋flow 好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tracking拉到一起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 用這個鋼米工具 5個字嘛 345 OK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弄 這個曲線模式好 好那我們來調一下這個大小 好就簡單弄一下有點醜 沒關係大家不要太介意 好那我們接下來調整一下這個動態 這個第一個是In 我們可以改個M字 In 好第二個是Out 那進場的話我們可以 選這個詮詞選Position 把它往左邊 往右邊拉好 好他就會這樣 跑進來 然後呢我們可能想要讓他像剛剛一樣 可能往右上跑 那我們第二個我們選這個Out 然後這邊transport 然後往右邊 然後往上面 你看他就會這樣 好那這邊的話如果你覺得就是 因為這5個字一開始就泡出來嘛 你可能覺得有點怪怪 你可以這邊加一個這個TypeWriter 那這個中文應該是叫打字機吧 你用U 然後把這個TypeWriter 把它拉小一點 好那接下來是個比較關鍵的東西 曲線部分 我們曲線的話 你如果有裝MuteEase或Flow的話 就照這樣做 這根上面的線 拉到左上角 下面這根線 拉到右下角 好長這樣 然後呢 這兩個TypeWriter的這個曲線 給他Apply 我們就用這個GraphEdit看一下 它會長這樣 好 我們大概在中間 切線 然後差不多往左邊一格 這邊裁切 好那右邊的話你就差不多在 就差不多這位置 再給大家再裁切一下 剛好這個最垂直的點 這樣播起來應該就有 這邊有個小失誤 這個TypeWriter把它移過來 好 應該這樣就有 那我們這邊的話 再做調整一下曲線 我們讓它大概出現0.5秒吧 差不多半幀 1秒到這邊 0.5秒 然後呢 這邊 這樣 曲線長度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你 你這一個圖層的長度 然後大概乘個2 然後它可能有 中間的 左半部分 它這邊 印的這個上半部分 大概可能會留一半在外面 out的下半部分 它可能是留一半在外面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播一次看看 這樣的動態會感覺比較有力道 那接下來的話前面前置動作的話 我們就不用再做了 我們直接複製一層 然後呢 我們到下一個圖層 我們再複製歌詞 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用再做一堆前置動作 我們就直接改一下 歌詞 然後跟大小位置 然後你是可以直接移動整個圖層 因為它沒有打誤 移動關鍵針 關鍵針都是在那個插件裡面的位置 所以就可以直接移動位置 蠻方便的 這次的話我們改成縮放 我們把這個position 歸零 然後呢 改成scale歸零 然後離開的話 我讓它往下移開 我這邊的話感覺正的 然後這個數字的 盡量控制在200到300 最多500 再往下感覺 我自己試一下感覺有點醜 好這邊做完第二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次我覺得可以再大一點 好那就是以此也對 我再做一次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 後面就不太做示範了 總而言之的話 這個Glyphor太厲害了 這作者有沒有考慮把它單賣 我比較想要這個功能 好那這個 預設的商店連結跟使用方法跟介紹 我放在介紹下面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逛一下 那有能力的話去支持一下 畢竟做這個東西很麻煩 然後給我們很多方表 好那我是阿康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